各位老闆 各位老闆 親愛的老闆 各位老闆 本來是要跟台語講 但是我相信 來參加比賽的社群友 我聽到不懂 我現在要講的 我就要發揮 一邊兩邊發揮 我是要講的小朋友聽到 你怎麼聽到有 你怎麼聽到不懂 我們這個比賽已經 20、20、20月 謝謝 多謝洪老師說的 我們一些 多謝洪老師說的 現在一定解釋很多 但是 我要提醒 我要鼓勵今天來參加一下 各位 你們這三年 都有上過這個實訊課 所以你要有想像的一點 你是在講演那個 尤其是你到了社會 可能你要主持一個活動的節目 那現在不是有 有發揮的 我們一共 再講一些 一些講題 那我先從這個來過題 那老師先 家長也 也參考一下 演講 演講 剛剛老師也提過 有幾位小朋友 詭音多達高 我們在講話 講 你把它當作講話 你在上台在做演講的時候 你用講話 像我們在講話的方式 來 來表演 不要 我們在講話 你不要講話 都哭了 那個就不是在講話 好像 音樂音樂音樂 聽的就不是很理想 那演 剛剛老師也提過 動作不要太大 如果是身體的語言 身體的語言的話 那是畫龍臉精 就是你在整個的過程中 有一些 你畫美性的作用 這是自己的語言 那要演的是什麼呢 一個是什麼樣子 你要跟你的瑞隆 他有感情 有表情的 瑞隆 你每一句 每一個段落 他都有一個表現 那這個表現 你除了用語音講出來之外 你還要有表演的成分 就是感情 那聲量 一仰頓挫 剛剛老師講的 不是有什麼大聲 有什麼小聲 那因為你用背的 你眼睛是磁 是磁滋 你就沒有感情 你一背嘛 你要背 那結果你的眼睛 就是在一個定點 那就是在背 然後講了 那個 那個 那個喜怒哀樂 你的眼睛也沒有表現出 喜怒哀樂 所以 眼的話 就是一個是 聲量 一仰分數 一個是 你的表情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要請小朋友 脫下手上 因為我們在平時 你兩個眼睛 我們看的時候 你的表演 那個時候 看到一半的你 看不到你的表情 所以這個 那個給小朋友 參考 就是 講 演講 講 你要用平時 講話的方式 來表現 再來 也不用你大的工作 你用你的聲勢 你用你的表情 一言神 來做表現 這是 以上我跟 我給各位小朋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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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